Yo 各位朋友大家好 那在我發這段 這一段影片之前呢跟各位講一下 我在我的群組裡面呢 有發一支這個玩具的一個比對 你們喜歡這一支還是另外一支JRX 當然呢在那個時候呢 才發現說我之前在四年前 我拍一支影片 那四年前那支影片呢我竟然 烙賽道我只介紹 玩具的大合體我竟然忽略了 它的一個單體的變形 所以這邊呢一樣影片 我們重新來給各位補上 那當然用我現在的一個方式來跟各位介紹 那當然三年 四年前的那段影片你們也可以無聊去看一下 也是還不錯的啦 這款作為一個2000年 由Takara Tami 所推出的一個Transformers Car Robo RID 2000 TF2000的一個C015 這款是日版的C015 三合體公安官 JRX 死 死 要拉長音 OK那當然它作為一個 變形金剛第15週年的一個紀念商品 當然這個商品 有好有壞可圈可點 那我們先從外包裝來看 外包裝呢你可以從那個時代 感覺到歷史的一個 呃 起落 這一個系列的玩具呢 它給了一個非常漂亮的盒繪 但是有一個非常爛的一個 很薄的一個紙包裝跟內包裝 所以它的包裝基本上 保存是不是很容易的 OK那這邊背面呢 印出了這支 合體公安官的單體 可以變成三台這樣子的火車 名字在這裡 近距離各位稍微看一下 然後呢 跟它的一個 變形成人形之後的樣子 單體的人形 然後各自擔當它的每一個部位 然後變成這一支 合體公安官 JRX 死 死 要分成三次死 然後呢 這邊呢有所謂的一個高速連接移動模式 等一下也會跟各位再介紹 然後這樣子 那當然 旁邊盒子旁邊有它的一個 玩具的一個 內容物介紹 當然 今天主要是介紹這一支 那 當然盒子裡面也不想看嘛對不對 那我們直接進入一個 內容物的介紹吧 當然呢 介紹內容物之前呢 一定要各位知道一下 這一款玩具呢 有一份像這樣子的說明書 跟廣告單 還有它的人物卡片 那當然這一隻角色啦 它單體的變形可能不怎麼樣 但是它的合體呢 非常的困難 非常的麻煩 所以各位一定務必要看說明書 OK啦 那沒有的時候 進入玩具的介紹吧 內容物就是 各位介紹上看到的這個樣子 分別是三台火車 現在有在日本實際使用的一個 新幹線列車 當然呢 我對新幹線不是很熟悉啦 那如果你們知道的話呢 下面就可以幫我留個言 那這一支呢 大概看得出來就是 勇者王的那台新幹線 只是這台邊單邊 勇者王是雙邊 因為勇者有在看啦 那上面有一個像這樣的 500什麼東西的 沒有意外的話呢 下面這邊應該 我會為各位找到它的名字 你們稍微看一下 影片這邊 我做後製有它的名字 那個沒有 沒有就沒有 OK 那這一支呢 就是長這個樣子 身上也使用了 像這樣子的一個透明零件 那特別要跟各位講一下 這一支呢 它美版也有出所謂的TF2000 但是美版跟這一支最大的差別在於呢 美版使用了非常非常大量的塑料件 那日版是使用了非常非常大量的一個透明件 所以日版的相對之下感覺比較華麗 但是使用上呢 可能比較危險一點 因為它就是透明零件 OK 回到玩具呢 這支就長得像這個樣子 就是勇者王裡面的那個穿過中間那個手部 往卡牙那個身體的中間那個手的部分 那當然你會看到這支身上呢 使用的幾乎是拳擊大量的塗裝 非常的討我厭 我不喜歡拳擊塗裝 然後後面這邊有個連接器呢 這個連接器就是剛剛各位看到那種高速移動模式 會使用到的一個連接器 這個連接器呢 你可以把它跟下面這個洞做一個結合之後呢 三支可以這樣子三量合體連接 那下面這邊呢 一樣這支玩具下有這樣子有輪胎 它輪胎是真的是可以嚕的 那作為一個車型態下 你會發現它其實車長得非常的漂亮 幾乎是看不到什麼機器人模式下的東西 那我們先一台一台車子介紹 再來介紹它的一個變形 車子就像這個樣子 算是非常的漂亮 那第二台呢 作為一個身體中間擔當的這台灰色的火車 那名字沒有意外應該也是在這裡 沒有意外的話 然後呢身上也是有漂亮的一些細節塗裝 當然也是我最討厭的塗裝 然後呢使用的也是我跟各位講的大量的透明零件 那當然美版的這個地方呢 上面這裡會額外有一個博派的Mark 那當然在日版上是沒有的 非常的乾淨又整潔 車型態下就是像這個樣子 車頭也是算非常的流線 下面一樣是輪子可以嚕 然後隱藏性來說也是非常的好 後面一樣一個連接軸 那這個連接軸呢 一樣你可以把三號的卡層這邊呢 跟這裡做一個連接抓去之後 還是可以像這樣子拖著跑的 OK 那順勢就來進入三號 三號呢造型長的就比較奇葩一點點 整個車頭非常的像那個天鵝的造型 幅度非常的詭異 那當然名字可能也在這裡 沒有意外的話我應該會找出來在這裡 那這隻呢也是三隻裡面呢 使用的透明件最多的一隻 幾乎整個車 整個車體全部都是透明零件做塗裝 非常的危險 所以在把玩這隻的時候呢 一定要非常的小心 雖然說2000年的塑料品質還不錯 但是呢還是不太經得起你的考驗 不要吵吵吵 那車頭就像這樣子 非常流線 然後身上有很多這種 這樣子的一個塗裝跟零件 後面這邊一樣有一個 可以連接車子的地方 當然你可以做 這隻做車頭也可以像這樣子連接 都沒有問題 那車尾的地方 你看也長的是非常的漂亮 像這個樣子 輪胎是真的都可以錄的 三台都有真正的可以錄的輪胎 後面這邊有一個什麼Max 然後Cybertron Cybertron OK 那三隻的單體車型介紹呢 就這樣子啦 那我們不囉嗦 直接進入一個機器人的一個變形 那變形 我們先首先拿出這一隻 當然作為一個JIX合體的第一號成員 那合體之前呢 首先你要把它的這邊 左右稍微打開一點點 這邊會有兩個卡扣會剛好扣住這個 子彈的東西 透明這個零件的東西 把它拿下來 這個先拿到旁邊去 然後接下來呢這邊 左右把它分開嘛 你剛不是左右拉開之後 左右分開對不對 拉出來 這邊拉出來之後呢 會變成像這個樣子 然後呢這裡是正面 這裡是背面 不要搞錯了 拉出來之後呢 這一個地方呢 把它做一個旋轉 然後變成像這個樣子 另外一邊也是做一個旋轉 然後像這個樣子 然後接下來呢這邊 這邊把它翻出來 把它翻出來 像這樣子 就變成人形形態的腳掌 後面這邊呢 把它這個輪胎往下拉 這就變成一個整個腳的一個 後腳跟的一個支撐面 所以它腳可以站得非常的穩 因為它腳的支撐面很大 那接下來呢這邊上半身 這邊上半身把整個車頭左右翻開 左右翻開 這邊呢旋轉 旋轉 有看到手就藏在這裡拉 把它翻出來 就是這麼的簡單 這樣 這邊做一個旋轉 你看到拳頭就在這裡了 另外一邊再做一次 翻下來 旋轉 然後這時候呢 這邊這個合體實肉的一個頭部 在這個形態下是用不到的 我們把它翻下來之後呢 人形形態單體的頭就會自然 從這邊這樣彈出來 這樣子 然後這邊就把它折到前面來 像這樣把它折起來 它這邊是一個 一二三四個關節 把它折到這裡來 讓它變成像這個樣子 然後接下來呢 把這個頭部的地方旋轉到前面來 然後這邊旁邊有兩個 荷葉結構把它打開 當然你不打開也沒有關係 這只是為了做 讓你在人形形態下的一個 活動度變更高的一個零件 人形形態 單體 然後這邊 武器呢 這裡看到有一個 LED燈的那個燈 這地方其實呢 它這裡是可以裝電池的 你把這個按鈕按下去之後 這邊是可以發紅光的 但是電池我已經拿出來了 折起來 這邊有一個握把的地方 握把 翻出來 這邊就是一個人形形態下 單體武器可拿的一個握把 手這邊呢 有個凹槽 你可以把它的 武器像這樣給它裝進去 這樣 這樣 那JRX這一隻 一號的一個變形就完成了 那單體的表現呢 就近了上各位看到這個樣子 當然看起來一定非常的浮腫 就像水流獅子一樣浮腫 不過沒有辦法 畢竟它是一個合體機型 它能夠做到這個樣子已經是不錯了 這隻當然單體算是送給你的 主要是它的大合體 那人形形態的多面 就像各位看到這樣轉一圈 那臉部呢 它也算是一個 有一個非常帥氣的臉龐 雖然說頭部的可動性呢 比較糟糕一點 大概就左右 旋轉365度 然後就不能上下了 就只能這樣子了 然後呢 臉部這邊前面這塊裝甲 還會擋住它帥氣的臉 比較可惜 當然你要把它往下再翻到這個 陡宅的地方也是可以 當然你覺得這樣子比較好看也是可以 手部這邊的可動呢 主要是依靠這個地方的旋轉軸 365度完全沒有問題 橫向這邊呢 它是可以像這樣子橫向轉開的 這是一個變形結構的反位 使用的是一個螺絲釘接著 這邊使用兩個球型關節 可以折曲超過90度 然後手左右的活動 也是可以像這樣子 但是比較可惜的是 拳頭就不能做旋轉了 可惜了 然後呢 因為單體的 這邊變形結構的關係呢 腰是不能 有有有有一點點的旋轉 當然不多啦 一點點的旋轉 因為這是主要是仰賴裡面的一個 合體時候的一個左右合體的結構 所以腰是有一點點的旋轉 可是你不要過度給它硬轉 因為它裡面是兩邊都是獨立的 你硬轉的話會把這個地方轉斷 大概像這樣子 然後呢 這邊這個荷葉結構是可以打開的 剛剛看到嗎 裙子旁邊是可以打開的 然後裡面這是透明零件上面做塗裝 所以要玩的時候要很小心 然後呢 骨關節這邊是一個很大的球型關節 搭配 所以可以前踢腿大概踢到像這個樣子 後就沒辦法了 因為這塊會擋住後踢腿就不行了 左開又開 一個很大的球型關節 左右開沒問題 橫向呢 有設定橫向的旋轉關節是放在這裡 膝蓋可以折去差不多45度到60度 沒辦法90度 然後腳這邊呢 有一個額外的可以折疊的關節 這是一個變形成機器人的時候會用到的一個關節 大合體的時候 腳趾頭是剛剛這樣子可以做到前後 這是一個變形結構的反繪 後腳跟就有跟各位講的非常的長 可以做一個很大的接地 當然呢 做不出什麼特別帥氣的姿勢啦 但是呢 依靠你的想像力啦 還是可以稍微勉勉強強的讓它看起來很好看 像這樣子 勉勉強強的讓它很好看 那這次就是1號的變形 那這一隻2號呢 就大概是長這個樣子 那變形結構呢 也稍微難一點點 首先 這邊有兩個卡扣 你要先把它翻開 這邊左右兩個卡扣先翻開 然後呢 這邊這個零件呢 就可以把它取下來 這個也是一個透明零件 然後塗裝 所以要很小心把玩 然後先放在旁邊 然後呢 這邊有一個 長長這個連接軸的地方呢 也是一樣左右邊把它翻開 這裡就可以額外把它拿出來 放旁邊 那這時候呢 就會看到變得像這個樣子嘛 左右兩邊 可以把它打開之後呢 拉伸 這是一個可以拉伸的關節 拉伸 這就是機器人型態下的腿 拉伸 像這樣子 然後一樣 腳趾頭把它翻出來 這裡可以拉長 拉出來一點點 會看到一個噴射器的地方 一個像這樣子的噴射器 把它翻出來 後面這個後腳跟 一樣這塊鋁帶 這塊輪胎的地方 可以像這樣拉起來 就變後腳跟了 另外一邊也是一樣 把它翻出來 拉長 拉長 像這樣子 鏡頭定住 這裡把它翻出來 然後一樣這塊後腳跟給它翻下來 那兩隻腳的變形呢 到這邊就差不多完成了 接下來呢 你要把整個身體 向這裡做一個旋轉 180度 780度 然後接下來 可以看到這裡面有長兩個東西 對不對 這裡 有一個卡扣扣住 這時候你要把這個卡扣稍微分開 左右把它翻出來 左右把它翻到這裡 記得哈 這個也是透明零件 在摺的時候 一定要很小心這個轉軸的地方 不然拍斷了 你就剩下了 然後這邊看到手 是像這樣子一個不自然的摺區 這時候呢 你就要把這裡翻出來 手把它翻出來 它是稱為三姐的 1 2 3 翻出來之後呢 像這個樣子 另外一邊也是再做一次 摺出來 人形它一下是往前摺 這變形的時候是往後摺 這裡的自由度很大 然後呢 接下來 到這邊為止 你要把這個地方 兩個軸 把這個軸向下摺疊 讓它變這個樣子 然後呢 頭部呢 就藏在這個裡面 這時候你就要把它頭 像這樣把它翻出來 翻出來 像這個樣子 腳左右打開一點點 讓它站的比較帥一點 那這邊呢 還有它的一個專屬的武器 專屬的武器 武器呢 在這個形態下呢 你要變形 就變形呢 就是把它像這樣子插著 插著 它就是一把 像這樣子的槍 這裡把它翻出來 就像這個樣子 一樣可以讓它拿在手上 這時候呢 就變成一把盾牌槍 盾牌槍 好 二號的變形呢 到這邊就結束了 那可動性跟多面DTL 多面DTL 就像這個樣子 這隻比較好一點 稍微沒有什麼背包 那造型上來說呢 也不會太牽強 就像這個樣子 雖然說跟它劇中呢 可能幾乎完全不一樣 但是畢竟那是一個變形合體玩具 然後近距離DTL一下 臉呢 就長這個樣子 非常的骨毛 我嘴巴好像吃酸梅一樣 有那個縮起來的那種 雕刻 然後黃色的頭 頭部這邊呢 只能做一點簡單的左右轉 因為這裡呢 是一個透明零件 加上這邊有一個斜斜的角度 所以它轉的時候呢 大概會被這兩邊局限住 所以只能像這樣左右一點點 頭也是全部都是塗裝 所以在使用上一定要非常的小心 肩膀使用的是一個球型關節 可以旋轉365度 橫向這邊有一個切口 是可以讓它手平舉成一個橫向平舉的 橫向也沒有問題 手臂可以折去90度 拳頭呢 比較可惜就是往前往後 這是一個變形結構的反揮 所以它可以喝水 一樣是可以喝水 可以幫其他博派的成員喝水 不過喝水的動作比較僵硬一點 不流暢 會啪啪啪啪 然後呢 因為這隻它剛剛有一個變形結構是旋轉的 所以腰是可以旋轉365度 跟鬼一樣完全沒有任何的問題 然後車胸口這邊 感覺比較長 所以它的這邊到這邊 視覺上來說比較沒有那麼好看 正面看就還好了 對不對 然後呢 骨關節這邊使用 也是一樣很大的兩個球型關節 前踢腿到這樣子的程度 那因為後面沒有拘束 所以後踢腿可以到這個程度 踢很高高沒有問題 踢高高等一下 鏡頭又跑掉了 踢高高 這樣 然後呢 橫向橫披呢 可以披成像這個樣子 一樣是很大的球型關節 橫披旋轉沒問題 當然一樣沒有橫向的旋轉關節 比較可惜 膝蓋咧 這隻就比較好一點 可以折曲90度 腳趾頭可以往下這樣子做一個活動 那當然 硬要的話呢 也是可以做出 還算不錯的動作啦 畢竟它有一個腰轉 多東西來說呢 就稍微好一點 像這樣 像這樣 這樣 這是二號 站在旁邊 一號二號三號 這樣 那三號的一個造型呢 就像這個樣子 那變形結構 我們一樣不囉嗦 直接進入變形 變形之前呢 你要記住它還是一樣有武器的東西 首先屁股這一塊 它會剛好插在這個地方 因為它比較緊 所以在拔的時候要小心一點 裡面就會像這樣子 子彈啊 跟這一個 彈射器 是可以像這樣子裝在一起的 這個先拿到旁邊 然後呢 蓋子的地方呢 這邊打開 裡面看到這裡也有一個 東西 這個東西也要取下來 這就是做成一個武器的一個 彈射器的一個零件 先空邊啊 然後打開之後呢 這邊 主要在變形的時候 你要特別記住 這一塊零件 這邊有一個可以拉伸的關節 你要先把它整個這裡打開之後呢 這個關節整個給它往下拉 往下拉 拉到這個點 接下來你在變形的時候呢 才不會被這隻手卡到 那手一樣 我們稍微把它調整一下 那這時候呢 你要把這個地方 從這裡整個拉出來 拉出來像這個樣子 你會發現這一整塊 全部都是透明零件 兩片都是 所以要非常的小心 拉出來 然後接下來呢 這邊 把它摺曲 摺曲大概像這樣子的角度之後 像這裡做一個摺曲 讓它變成像這個樣子 這一塊 把它往下翻摺 就變成它的一個 腹肌跟 懶趴的位置 然後這邊呢 剛剛你插孔的那個地方呢 把它打開 這裡是可以拉出來的 一樣把它拉出來 這一塊 鋁帶的地方把它翻下來 做一個旋轉 摺起來 然後這邊也是一樣 可以把它拉出來 只是它比較緊 然後做一個旋轉之後呢 拉出來 這一塊零件 然後呢 這邊一樣給它做一個摺曲 鋁帶的地方 給它做一個旋轉 讓它變成像這個樣子 這樣 那接下來 等一下 接下來 這邊 手的地方呢 人形器帶的手 是降降摺曲的 所以這塊要打開 才不會去尻到它拳頭 拳頭 這邊全部都是拳擊塗裝 所以你小心一點 不要去尻到 一樣這塊把它往上翻 這裡就會變成一個尖鋸出來 這樣就可以了 然後接下來呢 這邊看到有一個可以活動的零件 往下壓 這裡就可以旋轉 頭就會像這樣子 骨頭就會藏在這裡 這個地方翻起來之後呢 它使用是一個二重關節 這之後呢 你就活動這一節 像這樣子 那經過了幾個步驟之後呢 這一隻的三號的變形就完成了 那這時候呢 你就要來組裝它的武器了 武器的組裝呢 也非常的簡單 這裡 反正就是奧對都 給它組裝起來 奧對突把它組裝起來就對了 等一下 奧對突 然後接下來呢 這邊 折區一下 這裡把它翻出來 反正就像這樣子 武器 插進去 那這個彈射裝置是在這一顆裡面 所以你插進去就會有一個彈射的感覺 這邊按下去 子彈是可以彈出來的 這就變成瞄準器了 拿在它的手上 那三號的變形呢 到這邊就完成了 那你會發現三號的造型整體 比較不協調 感覺就是腳重頭輕 那你也 當然蝦子金門王李秉慧都看得出來 這一隻主要就是作為一個合體型態的腳 所以腳很醜用是正常的 那這邊一樣 側面全部 detail一下 你會發現這邊也是透明零件 整隻都是這種 有點泛黃的透明零件 這個不是黃化 是它本身就是這個顏色 所以看起來非常的危險 所以在把玩上一定要非常的小心 那日版 美版就沒有這個問題 美版這邊好像都是用塑料件的 普通的原色塑膠 所以沒有這個問題 美版相對的比較安全一點 看你要選哪一種 你開心就好 這樣 轉一圈 那三隻的可動呢 一樣這一隻的可動性方面 我們先來記錄可動性 等一下 可動性 頭呢 是一個球型關節 左右上下 365度旋轉 這隻可動稍微好一點點 不過因為它的造型比較BG 所以可能對它比較偏心一點 肩膀這邊呢 是一個額外可以活動的肩甲 球型關節在這裡 一樣是透明件 轉的時候小心 365度旋轉 橫P沒有問題 一樣橫向旋轉就是仰賴這邊 沒有辦法橫向旋轉 手臂可以折去90度 甚至超過90度 因為它這邊使用的是一個額外的二重關節 那其他呢 就不能旋轉 拳頭是一體的 然後這裡是塗裝 再強調塗裝塗裝塗裝 不小心碰掉就會落殘 碎離 然後呢 一樣變形結構的關係呢 這邊整塊的 所以它沒有辦法做其他的腰轉的動作 很可惜 骨關節使用的是兩個很大很大的橫向跟單向的軸關 那個齒輪關節 所以前踢腿可以這樣卡卡卡卡卡 後踢腿可以卡卡卡卡卡卡 像這樣子齁 所以前後踢腿呢 都難不倒他齁 前踢後踢都可以齁 前踢可以踢這麼高 後踢可以踢這麼高 橫P可以劈開沒有問題齁 當然這隻就有給它橫向的旋轉關節 橫向旋轉關節是開在膝蓋的地方 腳可以折曲 90度沒有問題齁 然後呢 橫向旋轉關節齁 腳掌呢 是可以做到一個左右活動 然後前後沒有問題齁 下半身的可動就稍微好一點點 畢竟這隻是大合體時候會用到的腳嘛 對不對齁 登登齁 OK 那當然這三隻玩具呢 最主要呢 就是讓它可以合體嘛 對不對 那當然上一個影片我強調了 我四年前有發過這一隻的合體影片 齁 但是呢 如果你覺得四年前看的比較沒有那麼過癮 就來看這一隻從頭到尾一氣呵成了齁 那沒多說 就直接進入一個變形合體環節吧 首先一樣齁 三隻的武器都給它取下來齁 武器都取下來 因為武器等一下也是可以參與到它的一個變形齁 先取下來 那我們先從下到上好了 剛從上到下嘛 再從下到上 先從腳的這個部分開始變形 變形呢 只是很簡單把它回歸到你剛剛在變形成車子時候的一個樣子 這裡一樣把它轉回去 那變像這個樣子 手呢 一樣把它折回去 然後變成這個樣子 好 蓋好 這邊一樣把它折回去 把它蓋好 像這樣子 然後接下來懶趴這一塊呢 把它收上去 腿部這邊呢 這一整塊腹部的地方把它 把它往內收 讓它變像這個樣子 這個放好 好 那腿部的變形呢 到這邊就完成了齁 這是腿部的一個變形 那腹部呢 是可以說是這一隻變形來說最 繁瑣的齁 當然它 如果你掌握它的訣竅之後呢 就不麻煩了 那變形首先一樣把頭收起來 頭部要先收起來 這邊先把頭拉開 收起來 像這樣子 收起來之後呢 這兩塊地方先把它翻開 車頭的地方整個把它折起來 讓它像這個樣子 這裡做一個空空 剛剛你看到後面這邊有 這邊一個轉軸 這邊一個轉軸對不對 這時候使用的就是像這樣的轉軸 這裡 把它整個做一個旋轉 轉到這個位置 然後這邊也可以往前推的機關 往前推 鏘一聲 翻過來 這時候你看到就會變成這個樣子 變成這個樣子 然後呢 這邊把它翻下來之後呢 這塊零件 這塊車頭零件把它向這裡 打開 這時候你看到整隻就會變成這個樣子 對不對 整個頭下腳上了齁 這邊先stand by 那這邊這一塊零件 我們先把它腳左右打開 左右打開 讓它像這樣子 青蛙腳 然後這時候呢 把這個履帶的地方把它收起來 當然 變形上面告訴你 你可以這樣子折啦 看你怎麼折啦 說明書上是告訴你像這個樣子折 當然你看漂不漂亮啦 不漂亮你就不要這樣子用齁 然後這一塊零件呢 把它向這裡做一個旋轉 向這裡做一個旋轉 那變成這個樣子 然後我想一下是不是這個樣子 對 然後呢 這時候呢 你把它的腰呢 向這邊做一個旋轉 讓它變這個樣子 然後呢 這裡再把它轉一圈回來 讓它變這個樣子 反正記得啦 就是 簡單來說就是這個面 朝內 然後把它向下凹 讓它變像這個樣子 折下來 你會發現這個面是朝內的 然後有很多漂亮圖案的面是朝外的 然後把這個和單體型態的手呢 丟掉了 把它向上翻折 讓它變這個樣子 手的向上翻折 變這個樣子 從後面看呢 就像這樣 從側面看就是變這樣子 正面看就是這樣 兩隻腳的腳是像這樣外擴的 然後沒有塗裝的那一面是朝內 像這樣子 腰部這邊 那先這樣子放著stand by 接下來呢 頭部的這隻的變形呢 相對就簡單一點了 你只要把剛剛的手縮回去 縮回去這邊 這裡一樣變形給它縮回去這邊 像這樣子嘛 然後接下來呢 這個頭的地方把它旋轉 這時候呢 你把這整顆胸前這個頭呢 翻上來之後 這邊一整根嘛 把它向這裡折 折到這個位置 然後手的地方旋轉 左右把它合起來 變成車子之前那個樣子 車頭給它合起來 像這樣子 那頭就會跑到這邊來了嘛 對不對 然後接下來呢 整個身體這邊的變形 最精彩了齁 這邊會看到一 二 兩個折疊軸 再從身體這邊中間把它再剖開 左右把它剖開之後呢 這裡 折疊過來 你們看到一 二 第三個 這一節再把它往前翻 然後這一節把它往旁邊折 然後這一節把它往旁邊折 等於變成Z字這樣子 再看一次齁 這邊這一節 第一節往上折 第二節 往前折 第三節往這裡收 就會變這個樣子 那這時候呢 你要把這一個 角的地方把它向下翻過來 旋轉 這一個塗裝的面朝外 旅帶收起來 這時候呢 這邊 有藍藍的零件 這邊可以拉出來 就是JRX的手 大拇指把它翻出來 然後這一個零件呢 腳掌的這個腳趾頭 把它向前折 像這樣子 這樣 另外一邊我們要再做一次 折下來 塗裝面朝外 輪胎收起來 這裡 推出來 輕輕的就好了齁 它其實非常的順 這個地方翻出來 就變成機器人形態的大拇指 那經過了幾個簡單的變形之後呢 這一款上半身 中段 下半身就變形完成了 那我們就直接做合體 那合體我是建議各位 先做上下 下半身跟中間的合體 再來做上面 那這邊你看到一下 這邊齁 有一個透明的卡扣 這個是透明零件 組裝一定要非常的小心 它組裝是這兩個實心扣 把這實心扣跟透明零件做一個結合齁 左右輕輕的給它摳起來 摳起來之後呢 屁股這邊 有一個 凸點 對它卡成這邊這個凹點螺絲孔 組進去 那這邊就會變得非常的穩 不會掉了齁 只有沾而已 只有穩而已 然後這時候呢 上半身呢 主要是仰賴 這邊這一個凹槽 跟這一條滑溝的一個結合齁 這個就相對的簡單了 你只要把它左右 只要對好 自然而然的給它插進去就好了齁 這邊沒有什麼技巧 組合就是這樣子 然後呢 這邊這兩個小小的凸點 就對應到這邊這兩個凹點 給它再結合起來 齁 四個點完完全全 你看都不會掉完美 齁 那還都不會掉 齁 那經過了幾個變形之後呢 這一款JRX的一個大合體 就到這邊完成了 齁 那當然人型型態下呢 各位可以看到鏡頭齁 非常的帥氣 齁 等一下會再跟各位額外介紹 齁 那這時候呢 我們來消化它三個武器了齁 那這個武器呢 在作為這個型態下呢 你可以把這兩塊翻起來 齁 這一根東西把它向下折 齁 就變成JRX的盾牌 齁 等一下會跟各位講 那這個東西呢 你可以仰賴把這個這邊收起來 這邊有一個凸出來的凸點齁 這一整塊凸點 齁 可以對應到這邊這一整個凹點 齁 放進去 齁 合體齁 那這個武器就像這樣合體 完全就是依靠這麼小的一根東西 來拿它的那個 抓它的那個 齁 這是握把 就靠這一根了齁 這麼小一根齁 那你會覺得可能握不緊吧 齁 等一下會跟各位再講 OK 那回到JRX本身齁 那當然玩具的本身呢 我們把鏡頭往下調一點點齁 身高呢 非常的高 齁 拿在你手上呢 大概就一瓶600CC礦泉水 齁 增幅世界一下 大概600CC礦泉水 差不多高齁 這麼高 齁 那當然你拿你的600CC礦泉水 就知道有多高了 好不好齁 齁 那整體呢 就像各位看到這個樣子 它的側面 機頭非常的長 背面就是像這樣的一個背包 齁 從後面看就像這樣子齁 它就是透明零件佔據整個腳後跟 齁 那當然非常的危險齁 齁 OK 然後呢 可是從正面看齁 基本上 齁 把身體稍微展開一下之後呢 你會發現它的身體的一個身形呢 呃 異常的漂亮齁 異常的漂亮齁 齁 像這樣子 那可動性方面呢 一樣細部 detail齁 齁 它一個非常帥氣的勇者式的頭雕 頭雕呢 這邊使用的是一個球型關節齁 所以一個旋轉 上下齁 365度完全沒有任何的問題 頭雕來說也是相對的很帥氣齁 以2000年的設計來說啦 真的是很帥氣 很勇者 然後手的活動呢 是依靠這邊這一整個旋轉關節 齁 那比較可惜是這邊背包可能會稍微有點擋到 不然365度旋轉 是完全沒有任何的問題 橫向也可以像這樣橫向開 那這邊胸口這一塊 就剛的荷葉結構也可以翻起來 可以讓它手可以像這樣往前 齁 所以呢 可動性基本上是完全沒有任何的阻礙的 你也不用擔心說 這塊整個旋轉怎麼樣 讓它活動變少怎麼樣 不用怕 這裡是可以活動的齁 一樣是可以像這樣打開 左右旋轉沒問題 那剛剛那個很不明所以的單體形態下的一個 橫向關節呢 這時候就會變成手的一個手臂 可惜它手臂就是在這邊齁 比較看來就手臂這段會比較長 然後上段這邊會比較短 看起來就很詭異啦 可是 為了那個機器人型態的一個美觀 其實就差不多是這個樣子 齁 那手這邊也是可以做到一個旋轉的齁 那拳頭呢 比較可惜拳頭是不能做旋轉 不過 手指頭這邊呢 是使用的是 五指連的一個合動齁 像這樣子齁 手是可以活動的 像這樣摺疊下去 握緊的齁 大拇指也是可以做活動的 那這邊有一個小小的插孔呢 就是剛剛 讓你把武器像這樣塞在這個裡面 等一下啊 塞進去 因為它真的非常的細 非常的小 塞住之後呢 你會擔心它拿不住對不對 其實不用擔心齁 非常的穩 齁 因為它整個是強迫給它捏緊的 齁 就會變成它的一個盾牌 齁 那另外一隻手呢 當然你也可以把它拿在這邊齁 一樣把它使用它的那一隻 齁 很積累的可動手指齁 齁 把它這個武器像這樣 硬塞到洞裡面去 它就可以像這樣拿著一個槍 齁 槍就會非常的 很長很好看 齁 那身體的上半身和活動 就是大概像這個樣子齁 那腰呢 因為是有一個合體結構 所以腰是沒辦法做旋轉 比較可惜 骨關節就是承襲剛剛那一隻的一個 前後踢腿沒問題的下半身 齁 蛇虛90度沒問題 膝蓋腳往前 左右旋轉都沒有問題 那當然呢 在這個合體形態下呢 造型上 就會比你單體看到的呢 稍微 帥氣很多 這也是這一隻為什麼 人氣這麼高的原因齁 在RID2000裡面 它人氣很高的原因 因為它有一個非常帥氣的一個合體造型 比那隻鋼鐵大王還要好看 雖然說可玩性是鋼鐵大王比較高 但是帥氣度來說呢 是這一隻JRX 齁 JRX真的比較好看 這樣 登登 齁 因為之前啦 影片只介紹單體的JRX合體 卻沒有介紹它的一個單體 所以這次呢 我又撐著這個機會呢 又介紹它的一個單體 一次給各位看 加上它的合體 齁 那各位不知道這隻新 講的影片呢 齁 有沒有勾請你購買它的慾望呢 齁 如果有的話呢 就網路找看看 說不定可以找到 齁 你想找到這隻玩具啦 齁 因為這隻玩具我記得還是有賣場在賣 齁 那大概價錢就稍微比較高一點 已經飛到天空去了齁 飛到外太空去了 但是呢 如果你真的喜歡 齁 又真的很想要買來玩看看 就 下手吧 齁 那如果真的買不下去 覺得這個 齁 開了今天有夠痛苦 那麼你就看我的影片 過過癮 爽爽看就好了 好不好 齁當然呢 這隻 綜合上述三個齁 我們講幾個它的優點齁 優點就是呢 它有一個非常帥氣的合體型態 那合體型態的可動度呢 也算是還不錯 齁 然後呢 又有聲光效果 那當然 烙賽的地方就是呢 它使用了非常大量的透明零件跟塗裝 齁 你在把玩的時候呢 一定要非常的小心 齁 然後單體型態下造型呢 其實算是慘不忍睹 齁 那當然加上說 它的 最大的缺點就是 價格非常的不親民 齁 價格非常的不親民 齁 現在你要買可能就真的是很可怕 齁 當然 如果能夠克服價錢的障礙 跟上述的優缺點整合 你能接受 就去買 好不好 OK齁 那今天這支影片就介紹到這裡 如果你喜歡呢 就幫我點個讚 訂閱追蹤 然後訂閱追蹤 追蹤的是呢 如果覺得我的影片有達到推坑的效果呢 就幫我做一個分享轉發 齁 如果覺得 剛剛賽啦 介紹不好看捏 就這樣子就好了 還不錯就點個這樣子 好不好 OK齁 那今天就到這裡了 謝謝各位 囉啦